戰前的推演 等到暫時 這個跳票 而且不是這樣演出的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 西里芬計畫 馬其諾防線 齊哥非防線 大西洋堂城 所有戰前的推演 到了真正的演習的時候 一定啦 一定 對 這個其實部長可以作證 我以前在國邦大學的時候 因為漢廣演習 有特別交代 那個戰院的張靜教官 不要來今年不要編入紅軍 你知道嗎 不同人的推演會推出不同人 當然 所以呢 這個後來 你變成紅軍 紅軍也贏了 意思這樣 是吧 對 而且我被大家公認是 就是說我的思維最像解放軍 而且演習最真 但是對不起 今年千萬不要找來 去年他想的那個點子 真的很難搞 所以完全有很多時候 確實是會最能有軍 我們下次這邊如果辦一個 這個兵推的話 你就辦紅軍 因為我是聽說 我們以前臺灣辦兵推 都是藍軍營 都是國軍營 老共都是 那是我沒去 部長可以作證 好吧 大使 對 其實我們要看廣一點 就是說這一場 這個臺海的這個軍營 其實說穿了這是 是一場美國跟中國大陸 大陸針對美方的一場大國博弈 那麼他是要藉著這一次 這個實質公開大規模改變台海現狀 來測試美方底線 而且也讓美方在這個處境之下 沒有辦法明白地做回應 那事實上我看了蔡英文的這整個 整個的這個說話 他的最重點我講就是說 他說我方不會升高衝突 不會挑起爭端 奇怪了 現在軍營是在臺灣門口 那他講說不會升高衝突 不會不會計算 還講一句話 這個我覺得很多人沒注意 我們致力維護兩岸現狀 對建設性的對話 也維持開放的態度 在這個危機的時候 他要跟對方建設性的對話 這些整個的這些發言 我覺得很符合美國現在 對臺海危機的一個觀察 跟希望的發展方向 那在美國很多 那兩岸會有建設性對話嗎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對大 對大岸的喊話 這是已經很清楚 喊過很多次了 對 沒有前提之下 我們都可以談 可是這是在我們受到 極大壓力之下 那這個從美國在在世界各地的危機 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美國是要扮演 主導的 任何一個危機 美國認為有自己的這個 堵住在裡面 美國一定在主導 那老師你認為現在會對話嗎 建設性 這個到底是這樣 如果這個整個過程中 擦槍走火 或是真的有大事發生 到底是誰的過錯 是老共的呢 佩洛西呢 老美呢 臺灣呢 這個起始講來講去 就要看你對統一的立場 如果基本上你是非為統一 你不反對統一的 那責任當然是佩洛西 但是如果你說挺臺灣 不被統一的話 那這個責任恐怕就在老共 但是這個是理論 這是基礎 這是意識形態 不管 這次老美 我想他心裡都知道 不管到底誰有道理 什麼道理 是佩洛西引起的 是佩洛西引起的 所以他接受這一點 所以既然是佩洛西引起的 那你現在這個怒氣難消 就要讓我喝杯 稍微添一口氣 好好ok 一直ok 所以我飛機也繞了 那你在演戲的時候 我在臺下靜靜的聽 那偶爾回憶一下 說你太早了 你落後太大針 他稍微回應一下 但是不惹事 那所謂蔡英文的 我覺得這一點 我同意大師的講法 大 這個蔡英文這次的 講話的內容 跟他的定調 當然是傳遞美國方面的定調 因為他就是 現在只說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 這是理所當然 這個我今天的節目裡頭 我第一次同意你們的講法